现在时间七点整 讲台湾的文化、文学、构织、忠告 也讲台湾的物散和如油 希望大家这回来讨论台湾的未来 創作美类的新台湾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大家对社会的失误 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理解 要不然我们警察我们的双民 对很多失误 也真相不是那么深入 那很多都是从脸书里面 去看一些表象失误的判断 特别很多年轻朋友 根本就从抖音啊 小红书啊 根本就很简短的 喜欢看那个一分钟两分钟的讯息 你就在下判断 那么有的时候这样啊 对失误的了解并不是很完整 这样做出来的对社会的判断 常常是错误的 而且这些讯息很多都是 中共的当局 有意的带风向 来对你的一种认知作战 你没有办法判断 而做的一个认知作战 长久下来 你就跟着被洗脑了 所谓认知作战就是洗脑 你不知不觉就被洗脑了 所以发哥呢 想要做一些 有一些呢 不一样的一个分析呢 让我们比较有一个 长时间比较安静下来 冷静思考问题的一个机会了 所以可能发哥 接下来呢 会多一些 一些啊 我们关于政治事务 或者是当前一些 时事问题的一些评论 或者是分析呢 发哥会提供不同的思考 因为发哥除了是一个文学家以外呢 其实我在报社的时间也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的时间 我大部分的时间 并不是新闻记者呢 我是在足笔市啊 也就是说 在这个政治评论的 足笔市写社论 写政治专栏 甚至写国际政治的评论 我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所以在世界各地也在跑啊 特别是东南亚东北亚 这方面的政治呢 发哥是有相当的时间的锻炼 并不是凭工突然加进来的 特别是我在做政治评论的时间 刚好东北亚的韩国 产生民主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普正西被暗杀到韩国的民主运动 我是亲眼看到的过程啊 那东南亚呢 是看到整个菲律宾马可市 被推翻的过程 到民主重建的过程 所以这些国家怎么变化的过程 民主的态动过程 我都亲历过了 也亲身在现场看过 所以并不是这么陌生啊 并不是那么陌生啊 所以我也可以做一个分析啊 好 今天要来讲的是说 灾难政治学 今天的题目要讲灾难政治学 如果我们怎么样判断一个政治人物 他有没有领导能力 其实从他应付灾难的能力 我们看出他 跟一个人说啊 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领导人物 他在选择他的部下 选择他怎么样啊 选择他身下 身边的局长 处长 他是在观察人 怎么样去选择人才 但是他忘记了 他底下的局长 处长 身边的人 或者是人民 也处处在观察你啊 你有没有资格当领导人啊 人家也在观察你啊 你不要以为你有权利 你在观察别人 想要怎么样 这个采用人才 不是因为你有权利 你在处处在观察人家 是不是这个人是可用的人才 人家人才也在观察你 像不像一个领导人物 我要不要投靠你啊 不要以为你有权利 只有你在观察人家啊 人家也在观察你 你是一个是不是值得 投靠的人物啊 你是不是值得 效力的人物啊 那么一般的老百姓 或者是一般的 这个人民 或者是要效力于你的人 也要看你这个人物 对灾难处理的能力啊 从灾难处理的能力 就看出来 你是一个 有效的人物 还是没效的人物啊 到底你有没有能力啊 那么这个 提出这个灾难政治学的人物 是一个鼎鼎 大名的20世纪末到21世纪出一个大思想家 德国的大思想家叫做Giddens Giddens啊 Giddens啊 在20多年前提出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 叫做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 他这本书出来的时候 影响了全世界的政治的风气 他当年提出第三条路的时候 在全世界呢 影响了一时的政治风潮 这个政治风潮 也就是说在左派和右派的传统思考里面 寻找出第三条路 不是在传统的左派右派的观念里面去思考另外一种政治的思想 这种思想呢 在德国呢 选出了斯洛德总理 在英国呢 培养出布莱尔首相 这布莱尔首相在文化创意产业里面替英国带来全世界第一个在文化创意产业里面带来革命性的人物 在美国培养出一个年轻的总统 最年轻的总统当时 除了甘海底以外的第二个年轻总统 带来一个新的气象 那个总统叫做克林顿 就是受到基等时的这个第三条路的影响 同时在全世界产生的三个全新的总统 德国的斯洛德 斯洛德 英国的布莱尔 美国的克林顿 所以基等时当时被推崇为思想的引导大师 那么这个第三条路 这个理论政治理论的书呢 就对全世界呢 引起了大影响 所以基等时这本书呢 一本书扬名全世界 在台湾中文版翻译 你知道翻译 第一个翻译这本书进到台湾来的人是谁吗 你知道是谁吗 翻译这本书到中文来台湾的人 叫做陈其迈 就是现在的高雄市长 是他把它翻译成中文到台湾来 所以我想多多多少少 他的思想也影响到了陈其迈的思想 好 基等时这个思想啊 创立以后 基等时呢 就在全世界站稳了 他在政治社会学了不起的一个位置 思想家的位置 但是十多年以后 他又写了另外一本 影响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这本书用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向提出了 好像预言式的政治的理论 叫做灾难政治学 这本书很可惜 在台湾没有一个完整的翻译本 到现在我没看到 发哥是从英文版看到 或者是在香港当时呢 还很有自由度的时候 香港出版的这本书 灾难政治学 我看到的是简体制的 他预言啊 二十一世纪要成为一个新的领袖 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他处理灾难的能力 二十一世纪呢 是一个灾难的世纪 不管是气候的变迁啊 地理的变迁啊 地震啊 这些意外会越来越多 天灾地变的意外会越来越多 或者是人为的灾难越来越多 那么一个领导人物 他无可避免的要处理这些 突然来的灾难 天灾地变的灾难 或者战争的灾难 如果一个政治人物 没有能力处理这种天灾 人祸带来的灾难 那么这个政权马上会垮掉 那么这个书刚出版没多久呢 日本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 东日本大地震呢 也发生了引发了海啸 同时发生了 湖岛的核电厂的意外 当时日本的执政党是民主党 民主党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以后呢 他没有办法处理 这个突然而来地震迎来的 连续的灾难 灾民怎么处理 核电厂核农外泄怎么处理 到今天他都没有办法处理啊 只能把这个核电厂外泄的这些 废料的废水呢 储存在那边 还要自民党来给他处理这个 这个尾巴的部分 你看自民党现在搞到没办法 把那些最紧急之下产生的 废水放在储存槽里面 到最后连自民党还替他再擦屁股 没有办法之下这么大量的废水 把它经过处理以后 要排到海洋里面去 到现在这个问题 还在自民党还在擦屁股呢 要把废水核废水 经过处理以后排到海洋 你看引起多大的争端 现在这个争端还没有完呢 还引起中国韩国 周边国家的抗议呢 能不能通过这关还是个问题呢 他的海产问题 都引起大家的抵制呢 因为当时的执政党民主党 没有办法应付这个突然来的灾难 就垮台了 所以呢 所以Giddens写灾难政治学的时候 果然不幸严重 这本书出版不到一年多 日本的民主党就是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灾难 这个天灾 这个地震带来的东日本大地震 他就垮台了 正好替他这本书呢 说明了 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解 21世纪的政权 任何一个政权 没有办法处理灾难的时候 他一定会垮台 好 现在我们现在在看哦 中共那么大的政权 现在在北方发生大水灾 在这个满洲 东北那个地方 黑龙江省这些省 所有今年的粮省 你知道我们台湾是一年的稻民 可以说三次嘛 在南方 但是你要知道在东北啊 小麦啊 稻米啊 因为比较北方嘛 他一年只能收一次啊 东北东三省啊 现在中国东三是三省嘛 东三省啊 一年只能收一次 但是它是中国的粮仓呢 那个稻米还没有结税 小麦正在结税 结果水灾大发生 大水灾整个淹掉了 今年东三省没有小麦可以割啊 这个这个灾难 水灾发生以后 一个月以后我们看到新闻啊 习近平现在才去看那个水灾灾后的状况 今年如果东北整个地方 黑龙江省这些 这些东三省的稻米 没有办法收获的时候 中国马上会发生粮荒的问题 这个习近平有没有能力处理 如果他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 他这个政权会不会发生危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很多人说说习近平到南非去参加金砖这个会议的时候 魂不守舍 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去参加那个时候大家都看出来他的异样 很多人以为他是生病了或怎么样 现在已经知道原因了 他连最后去参加金砖会议的时候最重要的演讲 他最后没有演讲 让他的代理人去演讲 现在知道原因是什么 北京淹大水的时候 中共的总理李强 为了处理让紫禁城北京不要淹大水 首都淹大水 你看这是多严重的问题 北京六百年来没有淹过大水的紫禁城 他丢了面子北京淹大水 匆匆忙忙决定把北京淹大水 把北京挖一个喉体内 把那个掘体 让那个水去淹这个灼菌 旁边那个灼菌 让浊菌去把那个洪水 引到浊菌去淹浊菌 保全北京不会淹大水 但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李强啊 这个总理啊 李强这个总理 他不是军委会的委员 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所以他没有和军事委员会有沟通 他最大的秘密是 浊菌是中国在华东军区 华北军区里面 存放飞弹坦克所有火药重要的囤积的地方啊 结果呢水淹灼菌的结果呢 把他所有的飞弹啦火药啦 坦克啦军队储厂的最重要的火药 通通烟光光了 这些是为了要来攻打台湾 为了攻打日本的这些火药囤积的重要的这个东西 通通烟掉啦 你想想 龟弹的火药 这些东西 坦克军被烟掉了以后 你以为 像那个啊 一般的汽车淹水这么简单吗 汽车淹水变成 二手车都已经有问题了 龟弹的火药库 坦克火药库 军火库淹水了以后 那个龟弹还打不打得准 还能不能用 大问题了 这些秘密在哪里 好我们要讲的是更严重的问题啊 你习近平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啊 你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你竟然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个北京淹水的问题 你横的联系指挥作用 这么严重的问题 你交给一个总理去处理的时候 你竟然没有能力去处理一个天灾的问题 延伸出粮食的问题 国防的问题 你全部都没有办法去指挥 全部都没有办法整体去处理 我请问你人民开始会不会怀疑 甚至军事委员会会不会怀疑 你这个领导人的能力在哪里 你这个领导人的危机处理能力在哪里 这个人配不配在当领导人 这个才是习近平最大的危机所在地 这个就是我发哥今天要讲的一个问题的最重要的部分 没有领导力 没有处理危机能力的领导人 多么严重的问题 各位听听 各位听听 我是五金发发哥 发哥开港 今天的主题是危机的处理能力 也就是一个领导人的危机处理能力 所谓的灾难政治学 今天题目就是讲灾难政治学 继续讲以前今天因为是礼拜五 这个礼拜天也就是后天 后天下午发哥和我女儿的妇女签书会 要在台北举行 玉山社帮发哥在台北举办第二场的签书会 谢谢在高雄场第一场上礼拜 上礼拜六在高雄的签书会 大家把费场都挤满了 那么这个礼拜后天 礼拜天 礼拜天因为礼拜六这个活动很多书店都没有场地 所以改在礼拜天 礼拜天在正江街中正区台北市的中正区正江街的一项三号 叫做独派书店 正江街的一项三号在立法院不远的地方 独派书店 读书的独派别的派 独派书店 那么下午两点半到四点半 发哥和我女儿的妇女签书会在那里举办 希望我们台北的听众朋友 还有以前发哥以前的绿豆 历史道顶的老朋友大家来见面 这场签书会有发哥的为台湾偶心立学所写出来的这本书 雅各福瓦摩沙 这本书要发表 另外我女儿的第一本小说集 夏卡尔 夏卡尔的星空 一起发表 我们两本书都是玉山社出版 所以玉山社的魏总编辑魏社长会主持 那么我们请来了客委会的主委 杨长正主委呢 他会来出席 另外就是发哥的老朋友 也是台湾史的专家李晓峰教授呢 也会来帮忙讲解 另外就是我们中生代的杰出的作家 吴三连文学奖的得主呢 胡长松 也会来帮发哥的雅各或摩沙解读呢 另外日本文学的发哥最钦佩的林水虎教授 也会来现场做解读来助讲 另外就是李明勇教授也会来推荐 那么还有就是发哥以前和这个在一起的 李晓峰的简余院等等啊 这些台北的文友呢 也会来推荐 也会来帮忙来推荐来演讲 还有很多好朋友 很多文友都会到现场来 大家来好久都没见面了 大家来见面了 谈谈文学 甚至来对现目前现场的这种政治方面的问题呢 交换一点意见了 大家见个面 来谈一谈台湾现实的一些情势了 见面好谈话了 见面三分情了 希望大家给听众朋友呢 给发哥一个场面啊 不要到时候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啊 发哥就很尴尬 专程从高雄去去到台北呢 想见一些老朋友 趁这个机会呢 难得见到面啊 希望礼拜天 大家能够在这个签书会场 能够见面 独派书店其实就在左转有书的旁边 这两家店呢 是同一个经营者了 独派书店 礼拜天 正将接一项三号 到时候大家来见面 好 发哥再继续讲 灾难政治学 讲到了啊 习近平的北京危机 讲到了卓郡危机 讲到了啊 日本的当初的这种辅导危机 那么我们来讲 台北市也发生了大事啊 对不对 整栋大楼啊 基态的建设公司 建了这个整栋大楼 在大直区 竟然下线 蹦起了二楼变一楼 啊这个灾难难道是突然发生的吗 没有啦 竟然是在哪里呢 竟然是在柯P当市长的时候 这就已经有问题 这么长远的问题 竟然都没有注意到 台北市政府 你这个都发级是干什么吃的啦 最远的原因可以追溯到 柯P当市 最近的原因在44天以前 这个大楼在下线前的44天以前 检测单位就已经发现 这个大楼已经在下线了 那住家呢 都已经向市政府去反应 住在那边的大楼的人 都已经 所有的住户都已经向市政府去反应 我家的墙壁呢 已经裂开 裂开到一只首长伸进去 所以伸进去了 这么严重的状况 然后呢 已经经过了专家 派出专家去鉴定 说这个地层不能够再挖了 已经向市政府提出 这个鉴定报告说 已经不能再挖了 台北市政府还是照样批准 这个基态建设公司 继续再挖下去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会批准 基态建设公司再挖下去 原来他基态建设公司的 后面的bug非常硬啊 他里面的人还有 他里面的董事 里面还有在台北市政府 当建设顾问的 所以让他继续再挖下去 挖下去就出了大事了啊 二楼就线下去变一楼啊 整座大楼就倾斜了 这个事情才爆发开来 爆发开来以后 现在好啊 现在没办法住住了啊 所有的住家只好离开啊 离开到底怎么安置呢 现在这批人怎么安置 整个市政府里面 派谁来处理这个问题 搞到现在为止 直到现在 直到这个李四川的层级 也就是副市长的层级 来处理这个问题 蒋万安到底在干嘛 蒋万安在上个月 在上海论坛里面 还在威风搭面 哦非常的 非常的风光 现在回来以后 啊到底躲在哪里啊 这事是大事啊 天大的事情啊 你危机能力你处理 你躲在哪里呢 马上就看出来 你这个市长的危机处理能力啊嘛 你就推给那个李四川 李四川是谁 就是当初韩国瑜在高宏市用的副市长嘛 这个是这个事情是副市长可以解决的问题吗 可以抵挡的问题吗 这个大楼所有的住户将来要怎么安置 这已经不是短时间可以安置的问题啊 这整个大楼已经倾斜了嘛 显然的他就是不能住了嘛 难道你台北市政府有能力把整座大楼把它扶起来吗 不可能嘛 不可能的话那你整栋大楼的住户将来要怎么安置呢 你先要安置啊 这就是危机产生了嘛 危机产生了以后你这整栋大楼的所有灾户要你要先安置嘛 先安置是副市长可以处理的嘛 是你市长可以不出面的吗 你市长躲的有什么用 你市长要出来担当的时候了嘛 你出了你到底要怎么安置这些灾户 还有第二个 你对于这个建设公司要怎么处置 后面要怎么处理 这个建设公司既做这个建设公司 到了董事长躲着不出来见面 到前几天才出来 出来以后他就自己啊 说我自己这个担当责任 然后他就辞去董事长 他辞去董事长就没事了嘛 现在这个大楼还在继续签新鞋啊 讲外面在哪里 这已经不是副市长可以担当的问题 是整个市长要怎么处理的问题啊 处理灾户 处理这个建设公司要怎么处理 你要明快的有一个答案 接下来 他一直倾斜下去 万一倒下来呢 周边的地区要怎么处理 整个地区都已经发生问题了 你市长还能躲吗 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出来是什么 原来讲外汉你就是马英九第二嘛 你上任才半年多 估咖就让人家看出来了 从这个危机处理能力 人家就看出来了嘛 原来你就是马英九第二嘛 你这件事情就等于像东兴大楼的载板嘛 所以为什么Giddens说灾难政治学 灾难政治学一出生一发生的时候 第一时间的处理能力 就让人家看出来讲外汉啊 你口才很好 你有讲家的背景 你是不是讲家的背景 人家都还在怀疑你 但是很显然你的危机处理能力 是非常糟糕的 非常非常糟糕的 你就让人家第一眼就让人家看破了 你上任才多久 就让人家看破你的危机处理能力是很糟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你和庶民大众离开很远 所以讲外汉人家评价的结果说 你到底是马是驴呢 牵出来616就看出来了 现在人家的评价很清楚了 你原来不是马 你原来是一匹驴子而已 同样的问题啊 新竹市场的问题 高宏安不是这样吗 前面讲的呢 在竞选的时候 好像是一个很有心思想的一个市长 好像是一个科技很有观点的东西 现在越检查越检查越不堪啊 我们不要讲他的 以前他在对国会助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处理的问题 我们不要再谈这个问题 现在竟然搞到连男朋友 什么公职的位置都没有 他的文化局长出来爆料以后 真的是让人家觉得是叹为官职啊 新竹市果然是一个进步的城市啊 高宏安果然是让人家一名军人啊 他像武则天一样 还养一个面手啊 男朋友没什么职务 可以把文化局长约到外面来谈事情 敲呆机啊 发生了这么危机能力 你高宏安要赶快快刀斩乱嘛 结果你的回答是什么 你的回答竟然是说 我和他没有婚姻关系 如果有婚姻关系 我会叫他财产胜报 你在说什么东西啊 你这种是危机处理能力吗 普景会和他的闺蜜有婚姻关系吗 你从韩国难道不知道普景会和他的闺蜜 闯下的政治的丑闻 普景会判几年的徒刑啊 普景会的闺蜜判几年的徒刑啊 两个都判了十几年的徒刑啊 你从普景会的案子 你就知道 依照如果我们台湾的法律是公正的话 你们两个都要判刑啊 管你有没有结婚啊 结婚不构成这个危机的解除啊 结婚结婚不构成这个危机的解除啊 你这基本常识都没有啊 从这开始你就知道说 高宏安处理危机的能力 糟糕透顶 整个的高宏安所露出来的东西呢 让老百姓看到的是什么 让我们一般人民看到的问题是什么 你的本质就是在任何地方 就是能捞则捞了 就像国民党当初所讲的一样 能捞就捞了 能奋就奋了 没有一点点法治想要把它弄清楚的 一种决心啊 好那我们再看看同样的问题 比你面对更大的危机的时候 他们怎么处理 你有没有想到说 陈菊在这个面对高雄气暴的时候 陈菊面对高雄气暴 高雄气暴是多严重的问题 一般高雄市长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不处理妥当的话 他怎么可能再坐着稳高雄市长的位置呢 陈菊是如何度过这个危机的 没日没夜 道歉再道歉 赶快把危机处理掉 先把房子弄好 对受难者抱歉再抱歉 该赔偿就赔偿 先非户四隆 被炸开的管线 仔细的检查 还有没有继续的危机第一处理 第二个到底受害的人多少人 受伤的人该送医院 赶快送医院 死亡的人赶快安葬 然后呢 为了捂卫他们的亡灵 他的家属 马上召开法会 来安捂他们的心灵 幸活的人用法会来安捂 安捂他们受难家族的心灵 不舍安捂 那信基督教的用教会里面安捂 安捂死者 该赔偿就赔偿 自己弄到自己都病倒 劳累到病倒 使得家属也不安 他是这样子度过所有的危机的 这个就是危机处理的能力 心理的道歉道歉再道歉 伤者赔偿 亡者安捂 在精神上心理上都安捂 你看看赔偿者怎么处理在台南 那个巨园台 那个整栋大楼倒下来 没日没月 没日没月 一天睡个两三个小时 马上就到现场 亲自指挥到所有的人救出为止 他是这样克服危机的 任何人当政都会碰到突然的灾难 这是任何当市长的人都会碰到的 不是没有人碰到 朱立伦也碰到了八星成报 但是朱立伦的处理 人民不觉得满意 所以他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就是落选 落选就是告诉你 人民认为你八星成报 你当新北市长的时候 处理的灾难政治学 不及格 所以大家认为你当总统 你当新北市长都处理不好这个灾难 你当总统 我们对你没信心 人民就投下一个不信任票 所以灾难政治学何等重要 你今天当政治人物里面 你一定要好好学习灾难政治学 Giddens所讲的灾难政治学 是今天当政治人物里面 应该上课的第一课 你如果没有上过这种课 请你今天开始认真的上这堂课 灾难政治学 你如果脑袋里面连这种概念都没有 那你应该重新开始学习 花哥就暂时讲到这里 剩下了我们礼拜天 我们见面 我们来签书会 我们也不妨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很多政治人物 连这种概念现在都没有 Giddens这本书已经写了十年了 你知道吗 习近平可能不是被战争打倒 是他被自己中国国内自己的天灾的考验 他通不过天灾的考验而垮台 你知道吗 中国可能不是被别的国家的围堵政策弄垮 而是被天灾上天把他搞垮你知道吗 他通不过上天给他的考验而垮掉 我认为百分之九十 习近平会垮在天灾上天给他的考验 灾难政治学他通不过啊 那个叫做天意 谢谢你的收听 后来拜 感谢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